感謝美國及時給我們在疫苗提供上的協助 我們再次表達中國公民黨誠摯的感謝 當然這個也象徵中華民國跟美國長期以來 所累積的這些情誼 在彼此需要的時候 大家相互伸出援手 我們再次代表中國公民黨表達我們的感謝 當然這個250萬劑 其實也證明了 我們政府從去年疫情到現在 決策的錯誤 政策的錯誤 所以也讓我們白白犧牲了500多條國人的性命 所以能夠有這250萬劑 我覺得也證明了 台灣人民在過去這段時間強力的發聲 我們的民怨跟我們的民意 台灣需要疫苗的聲音 國際社會聽到了 所以能夠即時的給我們的救援 政府的疫苗政策 還有我們的疫苗取得 到今天 都是別人捐贈的 高於我們自己購買的 這是很奇怪的 怎麼會一個政府的 疫苗政策以台灣的水準 我們會變成是 都在等人家送 等其他國家送 或者靠民間來購買 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什麼 政府存在的功能是什麼 尤其面對這麼大的疫情 疫苗的採購 絕對是中央政府的責任 所以我要呼籲蔡政府負起責任 爭取更多的安全有效 國際認證的疫苗 這種捐贈和施捨 這對台灣來講 這是一件情何以堪的事情 我們不是第三世界國家 今天美國之所以要伸出援手 甚至以三倍的數量來協助台灣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 我相信媒體也做過了報導 是因為美國看到了 蔡英文政府快要頂不住了 如果美國不援助台灣 蔡英文政府恐怕會被一波又一波 民怨的浪潮給湮滅掉 既然如此 就請大家繼續灌爆蔡英文 灌爆蘇貞昌 灌爆每一位民進黨 立法委員的臉書吧 因為當你們灌爆了他們的臉書 不只是民進黨的政府官員 會承受到壓力 連民進黨的好朋友 美國老大哥也會承受到壓力 不是台灣希望 期待 要去靠別人的援助來度過難關 而是因為此時此刻 我們有一個如此無能 如此無力的政府 才逼得我們 向國際來進行求援 台灣不是沒有錢 台灣的經貿實力在全世界 排名15、6名左右 為什麼我們需要 這樣子的靠外面的援助 我們自己為什麼沒辦法買到疫苗 只有一個解釋 說把台灣淪回像乞丐國家一樣 都要靠著人家的捐輸 其實台灣面這麼窮 台灣主要的還是 這個官僚系統出了太大的問題 我們不分藍綠白 都感謝美國在台灣最需要的時候 能夠伸出援手 雪中送炭 當然我也希望國民黨縣市長 可以出來肯定政府的努力 以及美國的援助 讓大家再見 下次再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